大家好,我是艾蜜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下这三种性格的人 是特别容易被人利用的 看看有没有你呢 第一种就是太害怕得罪别人 凡事都不懂拒绝的老好人 这种人的特点 他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特别看重别人怎么对自己评价 所以他特别担心人与人之间起冲突 别人说自己不好 或者说这个面子上过不去 同事找他来帮忙 明明不是分内之事 他也会加班加点的包着完成 亲戚来找借钱 明明自己也不宽裕 他也要凑点钱也要借给人家 然后朋友怂恿他做什么事 明明他内心不想做 想来想去嘛 怕朋友下不来台 那我就把这个事做了吧 最后你会发现啊 你的同事和这些亲朋好友 他们不但没有特别感激你 反而会得寸进尺的利用你 所以给这种性格的人的建议就是 你可以善良 但是善良一定要有原则 有底线 第二种性格的人啊 就是太实在 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有几句好听的话 就会对人掏心掏肺 这种人就是太重感情 所以呢他觉得只要我们是朋友 那我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然后呢比方说跟有些人也就是喝过几顿酒 大家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一下 他就会把人当成真的朋友 人家找他做什么事 他就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 那最后你会发现这种酒肉朋友啊 他们是有困难有需求的时候就来找你 有好事从来都想不到你 所以给这种性格的人一个建议就是 你记得啊 朋友一定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 而且朋友一定是要互惠互利的 第三种性格的人啊 就是他不是能很好地认清自己的实力 或者说他不想通过实力去获得自己该得的利益 他总想通过人际关系去获得 在他的这种认知里 觉得只要有关系 一切事都能成 所以呢就会有一些人利用他这一点 跟他接近的时候会夸大 甚至是吹嘘自己的实力 吹嘘自己的人脉关系网 吹嘘自己的这种能办事的能力 所以呢然后就拉他一起做事 他就会很死心塌地的跟着人去做 做来做去你会发现啊 到后期这事要么就是一场空 要么是得了利益 人家可能也不会分给你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他说人啊是不可能获得超出他认知和能力范围的财富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常常用来警醒一下自己 关系很重要 但是自己的认知格局和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打开金鱼偷条 向右滑动点击专栏 找到人际关系心理学 点击立即购买 购买后就可以观看专栏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